欢迎收听《一世邪君》第151回 她的妻子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 都不该是如孙小美孙大小姐这个德行的女子呀 那这里呢并没有瞧不起女性的意思 但在这个世界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 女性呢从来都是男人的俘庸 男人再不堪长得再寒碜都不是毛病 但是女人但凡有点缺点就是天大的毛病 更别说豪迈如孙大小姐这般的 可是君大少与孙大小姐相处虽短吧 却是对这位尚书千金有了不菲的好感 眼眸中的更流露出了由衷的欣赏之色 只因为呢眼前的这位女子呀 除了容貌身材稍此之外 那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可挑剔的 正应了一句话呀叫做 经国不让须眉 以知言骗与官知 无论是心性还是做事都是干脆利落 比起大多数的男人也要超出好多的 若不是天生一副女儿身 这女子呢定然也是一位豪雄的人物啊 若说不匹配 也只有胖子呀配不上人家孙大小姐 胖子如果放手就绝对是走宝了呀 但是这先天的缺陷却无疑注定了她的悲剧 毕竟绝大多数的男人看女子呢都只是看外貌的 女子的内秀即使是再出众 对绝大多数男子而言呢并没有意义 说句不好听的吧 君大少此刻虽有欣赏之意 只因呢她此刻乃是局外之人 若是孙尚书跟君大少爷说 君大少爷您既然如此高看小女 那老夫呢就把小女嫁于您吧 保管了君大少爷立马落荒而逃 这辈子都不敢再见孙大小姐 这样的宝走了也就认了吧 墨鞋哥哥 孙姐姐虽然说样子并不出众 但是为人呢兄弟善良 秀外惠中 聪明绝顶 我们一干归中密友 以孙姐姐最为出色 孙姐姐的性格呢最是豪爽大气 从不把琐碎的小事放在心上的 我们都很喜欢她 独孤小义笑眯眯的在一边说道 一边呢还用手啊抚摸着这怀中的小白白 很不错 君墨鞋由衷的赞叹道 这可不是什么场面话呀 君大少爷可是很了解小丫头的为人的 小丫头呢为人天真单纯 你对她是不是发自真心的好 她却一定懂得分辨的 从她嘴里边得到的评价 一定呢不曾掺杂虚伪妄语啊 可说是相当之客观 却又是真实的 以现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而论吧 可说极少有女子能够这帮豪爽大气 不拘泥小结 虽然说孙大小姐先天的体格固然是啊有些缺陷 但是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呀 孙小美微微一笑坐了下来 自己呢提起了茶壶 为君墨鞋呢 蒸上了一杯 浓眉一挑 看着君墨鞋说道 君三少 今日 虽是初会 切决 三少与传言 大势不符啊 啊 是吗 君墨鞋端起了茶杯 黑黑黑一笑 有什么不符啊 孙小美呢 没有及时回答 却是洒脱的一笑 那是一种充满了阳刚豪迈的笑容啊 绽放在她那张有些粗犷的脸上 竟有一种呢 说不出来的协调 说实话 小女子今日呢 并不是为了唐园而来 孙小美笑了起来 这小女子与唐园吧 是两家父母定下的亲事 身为女子呢 而且是一个丑陋这级的女子 我早就认命了 并无意去反抗什么 不过呢 唐园这五年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每一天去了哪里 说了一些什么 做了一些什么 目的何在 我呢 都一一有所记录 事无巨细 都是了如指掌啊 君大少爷听到这儿啊 这后心都有些发凉了 为胖子默哀吧 君大杀手 仿佛已经预见到了唐胖子以后的悲惨生活 唐园非但不是好人 更加不是君子 孙小美看着地上的唐园微笑着说道 这 咱说句不客气的话吧 他呀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一个真真实实的 真小人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君墨鞋哈哈大笑 这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啊 但是呢 这个真小人 却有真性情 他喜欢什么 厌恶什么 从不藏着掖着 他对讨厌的事物啊 更是敢当面大声的说出来 我呢 喜欢那样真性情的人 所以啊 虽然他恶名如悔 恶平如潮 虽然说他其胖如猪 其蠢如驴 更有猪多多猎迹 公子乃是他的好友 熟悉唐原 当还在我之上 我呢 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只想强调一点 究其本质 唐原呢 却还是一个人 而绝对不是一头畜生的 所以呢 我没什么不满意 更何况 和我的条件也不好啊 能找到这样一个伴侣 也算是今生有益了呀 孙小美笑的是云端 但风轻啊 所以我们两个呢 似乎也算是株莲碧合 天作之合吧 君墨鞋咳嗽了几声 只觉得是无言以对啊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他还是首次遇到这等女子 不仅对自己的容貌 侃侃而谈 而且呢 对自己的婚姻呢 也不避讳 若是一般女子 只怕早已羞杀啊 心中是 纵有万般千语 也是万万不敢宣之于口的 可孙小美孙大小姐呢 居然高谈阔论 是滔滔不绝 只此一点 便可当金国丈夫 斯斯平语了 君三少 你也不必咳嗽 自家人之自家事 你真捉一样 在这世上 除了小女子之外 还有别人能受得了谈缘吗 孙小美灿然一笑 她这么重 君墨鞋这一下子 是真的被震惊了 她瞪着眼睛张着嘴 说不出话来 这小女子真是太彪悍了呀 真是 什么话都敢说呀 独公小义呢 在一边捂着嘴笑了起来 鲜弱的小肩膀啊 抖动不已 她对自己的这位 密友的性格 可是非常了解的呀 基本算是见怪不怪的 之前呢 便就文三少的大名 前十更得公子元首 避免了唐家与韩家 出丑人前 小女子这里先行谢过了 今日有缘相见 真是三生有幸啊 孙小美低下头侦查 不急不慢地说道 以公子之睿智 当能动习小女子 今日相会二位的理由 一来呢 小女子要看看 我这位未婚夫 到底胖到了什么程度 其二呢 一是我今日的主要目的 就是看看这传言中的金三少 据我对唐胖子的了解呀 他一定会拉着你前来的 哈哈哈哈 果然不出所料 呃 我想问一下 为何非要看看我呢 君墨鲜有些纳闷 搞什么搞啊 你们两个相亲就相亲嘛 能半天 居然还是为了看我 真是奇灾怪也呀 若说只是为了前者 赌妻之事 打死君大少爷 也是不会相信的 除了要当面谢过前世之外呢 还因为呀 我有两位姐妹 啊 最要好的姐妹 孙小美意味深长的 看了看独孤小义说 其中一位呢 对你是深恶痛绝 讨厌的程度 简直已经到了 无法再增加的地步了 而另一位对你呢 却是情深义重 便说是 已经到了没有你就活不成的地步 我看也不为过 后实在是很好奇 这个传言中 天乡第一的王库子弟 如何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啊 居然能让我最好的两位姐妹 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 但却是各自到了极端的想法呢 他正说着 一旁的独孤小义啊 粉脸一红 扭了扭腰支 哎呀 小美姐 君墨姐哈哈一笑 夹起了二郎腿 晃了两下说道 哈哈哈哈 却不知 你那位对本公子 一往情深的姐妹 是哪一个呀 这天乡城中 对我深恶痛绝的 啊 貌似不少 别说一个了 我看只怕十个八个的 也能找出来呀 可是 这要说到 对我一往情深的嘛 这还是本公子 第一次听说呀 本公子可是相当的有兴趣的 是谁 有这么好的眼力呀 他这句话一出啊 独孤小义啊 即刻的紧张了起来 看着孙小美满脸满眼 都是祈求之色 让她不要说 嘿 何须我嘟嘴呢 那个人呢 远在天边 孙小美神秘的笑了起来 不离独孤小义哀求的眼色 然后自顾自的说了出来 尽在眼前呢 君三少 你可是连定情信物都收了 居然现在还在装什么糊涂吗 什么什么什么 定情信物 君墨鞋骇然大惊 顿时呢 想起了那天的独孤小义 送给自己的那块玉佩 难道那便是 哎呀 天哪 新大少爷立马转头 看向了正含羞待怯的独孤小义 小丫头呢 已经把小脑袋彻底的缩进了衣领里边 似乎不抬头呢 君墨鞋长叹了一声啊 一看这情形 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没有想到被一个黄毛丫头 就那么不明不白的定下了终身 君大少爷心底有些小郁闷之鱼 不知怎么的 心中却又泛起了一阵隐隐的得意 看吧 原来的君墨鞋 竟被人当作流氓恶霸 哪里会有人对他有什么好感呢 奔公子穿越过来 这才多少时间呢 啊 就已经有美女芳心暗许了 神女有心 非咱不嫁 成就感啊 独孤小艺越发的羞丧不一啊 自己的心事本来是朦朦胧胧的事情 可是呢 这位孙姐姐就这么直着嗓子给喊明白了 这可真是 哎 羞死个人了呀 孙小美呢 一直留意着君大少爷微妙的神色变化 终于说到 现在我终于可以确定了 其中那位妹妹对你身无痛绝恨之入骨 可说是很有道理的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应该的 至于另外一位妹妹对你一往停身 也未尝是全然没有的原因的呀 孙姑娘 您这话说得让人很费解呀 至少在下就很费解 君墨鞋有气无力的摆了摆手 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大明白 您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哼 不明白 也好 若是你真明白了 那倒是我们女儿家的大不幸了 孙小美微微一笑 突然若有所思的接着说 君三少 你也不是个好人 至少不是所谓的正人君子 而且我还有一点很好奇 这个当今世上究竟有几个人 能够放在你的眼中呢 君大杀手终于一惊了 他猛的抬头 沉沉的问道 你说什么呢 自己似乎还是小瞧了这个女子吧 奥 奥是天下的 你的眼中只有这一个字 或许平常你的眼睛很平静 很冷静 甚至于呢 是很宁静的 但是无时无刻都在流露出你的傲气 这是骨子里边的骄傲 你掩饰也是没有用的 不过呢 我要提醒你一句 就当做今次见面 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不管你有多少资本 有多么的心高气傲 但是现在的你 却最好呢 还是将你的傲气收敛一下的比较好 毕竟现在呀 还不是你傲的时候 明白吗 说着嫣然一笑 站起身来 走到了独孤小姨面前 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她的绣发 小妹子 你眼光不错 只可惜 只可惜什么 孙姐姐 独孤小姨顾不上害羞 有些紧张的问道 哎 只可惜呀 你们还太小 孙小妹微笑道 心中呢 却是将即将出口的一句话 咽了下去 只可惜这样的男子 是任何一个女子 都没有办法拴得住的 小妹子呀 以后 有得你的苦头吃了呀 这女子 真的是厉害呀 君墨鞋心中一灵 这女子观察入微 心细如发 六感超强 若不如此 根本不会觉察得出 自己隐藏的很好的 骄傲的 倒是个人才呀 君墨鞋沉思着 突然怪怪的一笑 若是孙小美与唐元 那岂不是自己 又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吗 孙小美说完 起身的走到了唐元面前 突然一脚啊 踢在了她肥手的屁股上 行了 别装死了 快点滚起来 给我回家一趟 我爹要见你 唐元凹了一嗓子 跳了起来 双手不住的 取揉自己的屁股 愤愤的骂道 嘿 疯婆娘 你他妈别靠近我啊 谁要跟你回家 你爱找谁找谁的 别找我 听到这儿 孙小美脸色一板呢 突然一伸手 静直的揪住了唐元那 肥手的大耳朵 就这么一路啊 死脱硬拽了出去 沿途啊 这唐元不断的骤骂 不断的喝骂着 然后呢 是不断的求饶 终于是渐渐的远去了 终止不闻 大厅中 只剩下了正在陷入 沉思之中的军大杀手 以及满脸红韵的 独孤小义两个人了 独孤小义在害羞 他万万没有想到 昨天的这位孙姐姐 平日里那么聪明 那么知道心疼人的大姐姐 今天怎么就把自己 给卖了出去呢 还是在军墨鞋的面前 就这么直言不讳的 说了出来 哎呀 可真是羞死个人了呀 此刻就剩下 自己与军墨鞋独处了 顿时呢 想要羞的撒腿就跑 却又舍不得 就这么离开了 好不容易见着冤家一面 岂能匆匆而别呢 一家人防贼一般的 防着这件事 若是自己今天一走 想要再见他 那可就不知道 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可这冤家呀 跟块木头似的 皱着眉头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不来和我说说话 可惜呢 军大少爷此时的心中 却半点也没有这小丫头 她的心底啊 不断的在重复 回想着孙小美临去时的那句话 不管你有多少资本 有多么的心高气傲 但是现在的你啊 却最好呢 还是将你他傲气啊 收一收的比较好 毕竟现在还不是你傲的时候 这句话 对于君墨鞋来说 是震聋发聩啊 带着前世强大的记忆和技术 又有一个强大到逆天的法宝 随身相伴穿越 现如今得到了一份强大到了极点的修炼的法学 还有就是 虽然是灵魂穿越 可前世那属于杀手之王的无比桀骜之气 也同样的跟了过来啊 如此之多的优越的条件 我为什么不能傲 有什么理由不能傲呢 在这世上 天选也好 神选也罢 至尊也一样 统统没有什么人呢 能够放在君大少爷的眼中的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一时邪君第152回